和电影Matrix 《嗨客任务》里面的睡神Morphis 告诉我们 机器在人体的身上 找到了源源不绝的电源 原因是人体能够产生的 Bioelectricity 生物电力比一个120伏特的电池还要多 而且我们的体热有25,000 BTU 25,000 BTU的意思 就是在一间四五屏的房间里面 冷气能够运转两个小时所需要的热量 那么在斯德哥尔摩的中央火车站 他们以同样的概念 体热就是资源而找到了一个解决办法 每天会有25万人朝进出 斯德哥尔摩的中央火车站 那么他们要散热一直是一个很大的问题 现在他们找到一个通风系统 可以将这些体热集中在水管上 加热里面的水 然后再引导向邻近的办公大楼 去利用这些热能 所以只要有聪明的办法 加上既有的科技 就可以将原本看似困扰的一个产物 转变成有用的资源 然后再引导扰的一个产物 再引导扰的一个产物